大家好,这里是华人百科 一个关于华人和金钱的频道 小时候老师就告诉我们 想要赚钱,就要去钱最多的地方 那什么地方是钱最多的呢? 银行对吧? 新加坡虽然是一个国土面积不大 但是却非常富有的小国家 没有天然资源还能够这么富有 那是离不开金融业的 新加坡主要有三大银行 新展银行、大华银行、以及华侨银行 而这当中有着银行界不打翁称号的陈振传 即使在2005年高龄98岁离世之后 到今天大部分的新加坡人 依然记得这个华侨银行的掌托人 而陈振传与他奉献了半生岁月的华侨银行 更是成为了非常激励的故事 然而最值得欣慰的是 陈振传先生增上的品格和特质 也不间断影响了他的外孙女周玉琴 现任新加坡海峡商行的执行主席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陈振传奇的一生 如果没有他或许就没有今天辉煌的华侨银行 也不会有今天新加坡华人的地位 别急着划开 看到最后很有可能会改变你对陈振传的认知 陈振传1908年出生在新加坡 他的父亲陈福祥 在当时是一名在金融业和房地产打滚的生意人 中学毕业之后本来想去英国念法律的 可是家庭条件并不允许 所以无可奈何之下 17岁就开始出来打工 赚钱和铁家用 但他的打工宅起步点和其他人不同 因为陈振传的第一份工作就不用热晒雨淋 反而在华商银行做初级文员 年轻时的陈振传和其他富豪年少时的性格一样 工作表现好 做人也脚踏实地 所以在1932年华商银行与何丰银行华侨银行合并之前 他已经坐到华商银行助理经理的位置 后来华侨银行正式成立 陈振传便以经理的身份正式加入 短短10年时间 30岁的他就已经成为了新加坡银行史上最年轻的董事经理了 与此同时 陈振传除了在金融业工作表现优秀之外 他也以另外一个身份加入了政坛 1939年新加坡还没有独立的时候 他先后就被委认为新加坡市政议会议员 新加坡市政府委员 到了二战时期 可以说是他人生中最辛苦难熬的时刻 当时处在战火的新加坡 每一天都是炮生和逃亡的人们 城镇传的时 身处要职 一边是影響的工作 另外一边是人民百姓 手心手背都是肉 两边都得坚固 于是当他在参与抗战防卫工作的时候 陈振传也提前建立起了华侨银行的储备金 并在日军占领新加坡前 谨慎的把银行总部签至印度梦卖 完全保护好了这笔银行资产 因此后来大家都认为 华侨银行能够顺利度过二战 陈振传的功劳功不可没 而陈振传过后也在华侨银行 稳稳做了董事经理三十年 直到1983年才光荣退休 并同时被誉为了Mr.OCBC 小片先给大家科普一下 华侨银行 OCBC是新加坡第二大的银行 是由陈家庚女婿 李光潜在1932年所创立的 可以说是新加坡历史最悠久的本土银行 华侨银行也被评选为 亚洲最安全的银行榜中 排名第13 今天华侨银行在全球18个国家和地区 拥有超过630个分支和代表处 单单在2018年 华侨银行的净利润就超过了12亿新元 值得一提的是 华侨银行也是第一家在中国银行业 进行战略性投资的新加坡银行 前面有提到城镇传除了是 华侨银行的灵魂人物 他也是新加坡建国始终的重量砥柱 他对新加坡的贡献 还必须从日本二战后 他是怎么帮助新加坡度过复兴时期开始说起的 那个时候 他担任了新加坡咨询委员会的成员 协调英国居民政府与新加坡政商合作 一起重建家园 1951年 陈正传用他的本事 获得了英国居民政府为认为 殖民地立法议会的副委长 相等于新加坡的副总督 这是亚裔当时在新加坡担任最高的职位 另外二战之后的新加坡华人开始进入转型社会期 当时华人公民意识提高 而新加坡中华总商位 作为当时华侨社区里最高的领导机构 也经常会带华侨发起争取公民权的运动 你一定会好奇什么是公民权运动吧 二战结束之后 当时的新加坡华侨如果要在新加坡安居乐业 就必须要获得当地公民的身份 他们原本可以按英国国籍法归纳为英纪居民 以享有公民权利 但绝大部分的华侨当时候不会英文 所以不能够规划 同时这些华侨本身也不愿意放弃当时中国国籍 以规划殖民地宗祖国国籍 当时总商会大部分的董事认为 在新加坡的华侨很多 对当地贡献又大 纳税义务也很重 现在在义务和权利上都不对等 那对这些华侨是不公平的 所以他们必须为他们争取平等的公民权 后来陈振传与其他董事成员决定协助他们 与英殖民地政府经过十多年的博弈之后 新加坡立法医院终于在1957年10月 通过新加坡公民权法令 让华侨登记为当地公民 后来在社会打拼多年的陈振传积累了不少财富 但他并没有独享这些财富反而决定回归于社会 1976年 陈振传基金会单金团foundation正式成立 这个基金会主要在关注于教育和医疗领域 像南洋理工大学 新加坡国立大学 华侨中学等都受到陈振传基金会的慷慨捐助 此外在陈振传的人生信条当中 其中一条就是坚信生活必须以快乐而有目标 而且要积极地和他人分享这份快乐 也成为了这个基金会的活动准则 当年84岁高龄的陈振传在1992年正式退休之后 就把杰利帮交给了他的外孙女 现任新加坡海峡商行 street trading执行主席的周玉琴女士 这个举动让城市家族在今天 新加坡商业界的一席之地得以延续 那谈起周玉琴这个名字 很多海外华人可能会比较陌生 但对于新加坡民众来说 他却是赫赫有名的商界女神 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他从小就住豪宅 司机用人环绕 可以说是实打实的千金大小姐 但周玉琴和想象中的霸道女总裁完全不同 透过真实访谈中反而表现出是个友善和亲切的人 周玉琴也坦言自己虽然生活在金银窝里 但论家庭教育方面 父母好时不会溺爱或放纵 而外公陈正传 而是从方方面面给予为人处事的示范 可以说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 透过周玉琴的访谈 我们也得知他的外公陈正传除了是外界 对于他极好的评价之外 在真实生活当中 陈正传对工作的认真 也让周玉琴银记深刻 他说身为华侠银行掌托人的外公 工作非常努力 常常凌晨两三点起身工作 然后又回去睡了一下就爬起来工作了 并说和大家想象的富豪 花天酒地生活完全不同 陈正传的生活只围绕着工作 周玉琴本身是一名律师 是在外公的邀请下才加入了家族企业 后来更是在外公的教导下 硬着头皮学习了很多新的知识和业务 而且最后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果 那周玉琴的人生除了他的外公影响了他 他的两个医生父母也启发了很多他人生的教育 在那个年代母亲是少有的女性眼科医生 他教会周玉琴要相信并发挥女性的价值 而父亲是华人与买人的后裔 性格温和友善 周玉琴身上温和的气质正得意于此 话说回来2005年成正船去世之前 华强银行那时面对了政策危机 当年新加坡政府规定商业银行无权再持有非金融公司的股份 这意味着华强银行不得不放弃名下多家公司的控股权 即使这些公司早已被成正船购入并妥善经营 后来外公委托周玉琴一定要想尽办法起码留住其中一家公司 毕竟再怎么说 这个公司也是一辈子的工作成果 于是周玉琴临危寿命不得不打起精神与政策 乃至竞争对手理事家族周玄 在一番艰苦的商业战后 赢得了海峡商贸公司的首购胜利 之后周玉琴还多次登上了福布斯年度 最近影响力亚洲商界女性排行榜 在2020年周玉琴和她的家族也以12.6亿美元财富 列为2020年福布斯新加坡富豪榜第29位 而节目的最后 作为海外的华人 你对成正船有什么印象呢 欢迎你留言告诉我们一起讨论 这里是华人百科 一个关于华人和金钱的频道 有什么内容 想要我们做团队研究的 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如果还没有订阅我们 记得现在就点下订阅按钮 一起探索更多被埋没的华人故事 我们下星期见